美方为了维护资深军事科技霸权 一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 无力打压中国企业 肆意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和世界贸易规则 严重危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已经到了歇斯底里不择手段的地理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上述举措 要求美方立即纠正 以社军人权等幌子 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的错误做法 停止滥用尸体清单等出口管制工具 遏制打压中国企业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